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学学你们的老同学 人家作为南静顶尖世家您家的大小姐 人家炫耀了吗 人家骄傲了吗 什么 我叫你出来 是因为有几个大学同学 知道我来北都了 约我晚上喝酒 你陪我一起去吧 你们同学聚会 我去算怎么回事 都是北都本地的几个同学 大学毕业后 基本上也就很少来往了 但是当初上学的时候 关系也还不错 所以不好拒绝 其实我一喝酒就控制不住自己 会喝醉 今天这种场合 不喝又不太可能 一个人去心里实在不踏实 我在北都人生地不熟的 又没有别的朋友可以找 难道你小姐来北都 单纯就是来玩吗 昨天楚天琪的老娘 可是都找到我家 说我勾引大嫂 唐兄 找我什么事 我正陪着一个叫宁静的美女 在外面吃饭喝酒呢 楚十三 我警告你 离宁静远点 不然我一定在奶奶那里 跟你死磕 死磕又怎么样 难道奶奶还能杀了我吗 楚十三 我要杀了你 唐兄 我还要陪美女去泡吧喝酒 先不跟你聊了 真的不骗你 一会儿我给你发照片 你人生地不熟的 一个人去确实让人 有些不放心 我陪你吧 既然楚天琪跟我来这趟 那我不介意让她的怒火 更深一些 好啊好啊 那就谢谢了 咱们去哪儿 长安俱乐部 小姐 我刚刚碰到那个小子了 在哪儿 就在俱乐部的地下停车场 她跟一个女的 坐电梯上去了 找到她的具体下落 给我盯死了 是 静静来了 这位是 这是我北都一个朋友 楚十三 擅自带朋友过来 你们不会见怪的吧 怎么会 我们也叫了些朋友 准备介绍给你认识呢 人多热闹啊 有何 你也是北都的 在哪儿高救啊 我就是个小大夫啊 高救谈不上 哪个医院的 说不定你们领导我认识呢 是啊 李斌在北都人脉很广的 认识很多上流社会的大人物 让他给你们领导 打声招呼 可以让你少奋斗很多年 那真是可惜了 我没在医院上班 就在一家私人门诊 假如早知道今天能认识李先生 这样的人物 当初说什么 我也要想办法进医院 私人门诊啊 那我就帮不上忙了 哪个曾次的人 我肯定不认识 看来宁静的这些同学 肯定不知道宁静的真实身份 不然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在这里这么白破 行了别说了 静静 还有这位楚先生是吧 大家赶紧坐吧 小子 进口的啤酒 一百多一瓶 平时喝不到吧 看来班长这几年发展不错呀 你班吧 也就是运气好 跟对了人而已 静静 你一定想不到 咱们班长现在是跟谁混的 哪位大人物啊 你知道北都叶家吗 北京五大世家之一的叶家吗 看来宁静这几年发展的也还可以 居然连叶家这种顶尖家族都知道 是啊 这种大家族 普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 普通老百姓只知道 那些媒体捧出来的这个首富 那个大少 他们又哪里知道 真正的大家族和大人物 是不屑于出那种风口的 闷声发达才才是最重要的 静静 咱们班长现在跟的 就是叶家的大少叶少政 叶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能跟在叶少身边 咱们班长一定前途无量啊 或许用不了几年 就能成为北都的定尖精英 多多叫可以让北都斗三斗的那种 兵哥 发达了可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兵哥 有什么好项目也记得带带兄弟啊 哈哈 一定一定 静静 你也好久没见班长了 敬班长一杯啊 你看班长都喝完了 唉 能喝多少喝多少吗 都是咱们自己同学 又不是外出应酬 不用勉强 好 我喝 你们慢慢玩吧 我先走了 你怎么能走呢 今天这个聚会 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不剩酒力 刚刚这一杯下去 估计很快就会醉 非在酒精上来之前赶紧回去 不然非出丑不可 我就说 都不要勉强随意喝吧 不如 就让静静你先回去休息吧 咱们改天再约 哼 不行 夜少都还没来呢 他就这么走了 一会儿让我跟夜少怎么交代 什么夜少 夜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夜少正夜少啊 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 他来干什么 哼 谁让我跟夜少的关系太好呢 知道我有外地的朋友来北都 夜少非要出面帮我招待一下 刚刚是我不对 不应该勉强你喝酒 我自罚已停 班长严重了 我也并没有生你的气 只是真的不胜酒力 可是我都跟夜少说好了 静静你不会这么让我难做的吧 抱歉 我没有跟陌生人应酬的习惯 你们下次去了南都联系我 食宿全都算我的 先告辞了 站住 班长准备强人所难了 强人所难谈不上 不过我已经跟夜少保证 介绍我的美女同学给他认识 在夜少没来之前 你不准走 在这北都地界 没人可以放夜少鸽子 哪怕你是我同学 也不行 呦 说了半天 是要牺牲自己的同学 来讨主子欢心啊 还真是下作 你凭什么骂人 当然 是凭你们不要脸啊 宁静念着当年的同学情分 来给你们叙旧 可你们却把他当成了 去抱权贵粗腿的筹码 简直无耻 主十三是吧 你觉得自己很牛逼吗 假如不是看宁静的面子 信不信我现在已经打得你满地找牙 满地找牙我信 但那个人不可能是我 少特么跟我废话 马上给我滚蛋 王八蛋 你敢打我 敢打人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再唧唧歪歪的 我连你一起打 给我打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没眼色的东西 出了事而我担着 奉劝你们一句 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都说了 让你们别给脸不要脸 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不好意思啊 一时没忍住 没关系 是他们该打 宁静 你怎么说话呢 难道你的意思是 班长也活该挨打吗 话不投机半句多 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 共同语言 以后不用再联络了 宁静 你要是走了 夜少肯定会生气的 在北都 没人敢惹夜少生气的 谁说没人敢惹他不开心 夜少正什么时候 这样牛逼了 我怎么不知道 夜少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我特别讨厌 别人用手指指着我 宾哥是夜少的人 你伤了宾哥 夜少不会放过你的 咱们走吧 这里太吵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不应该带你来这里的 你不是很牛逼吗 有种的你别走 夜少马上就来 我不走 怕是会连夜少正一块打了 你不怕夜少正挨了打 把气撒在你们头上吗 哼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打夜少 你要敢动夜少一根手指头 我就跪下 管你叫爷 夜少你终于来了 嗯 怎么了这是 被人用板砖拍了 我说要介绍我的美女同学 给您认识 她带来的男伴就把我给打了 哼 敢在北都打我的人 好大的胆子 他什么来头 没什么来头 他就是北都的一个小医生 现在的医生都这么嚣张了吗 那个牛逼哄哄的医生在哪 让我看看 他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夜少 好久不见 你刚刚说 只要我敢动夜少一根手指头 你就跪下管我较严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 楚十三 你敢打我 这话说的 我是第一次打你吗 我敢不敢 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 这个家伙 竟然不是第一次对夜少动手 完了完了 这人至少也是跟夜少一个级数的大少 楚十三 清楚 难道是他 我是夜家继承人 你打我就是在打夜家的脸 哼 夜家继承人 好下人的名头 信不信 就是你们家老爷子在这 我也照打不误 放开我家少爷 不知死活 楚十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只要你夜大少不要欺负 我这个小医生就行 这件事 我一定会让我爷爷 去找你父亲要个交代的 你信不信 闹到了你们家老爷子面前 他还得用大耳巴子呼你 我不信 那你就尽管去闹嘛 黄小姐 你怎么说 自己说出来的话 该不会不认账吧 爷爷 黄小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啊 爷爷 黄小姐言而有信 佩服 对不起 楚少 对不起 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学学你们的老同学 人家作为南静顶尖世家 宁家的大小姐 人家炫耀了吗 人家骄傲了吗 什么 这个跟我们相处了 好几年的老同学 平时不险山不露水 没有一点大小姐架子的宁静 竟然会是宁家的大小姐 早知道是这样 我还费尽心思地 去巴结叶少正干什么 你是南静宁家的大小姐 叶少 你说 假如楚天奇知道 你惦记她的未婚妻 会不会很生气 宁小姐 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觉得我有必要强调一下 我不是任何人的未婚妻 不好意思啊 因为楚天奇在外一直宣称 你是她的未婚妻 她母亲今天更是找到 我父亲那里大闹一场 说我跟楚天奇的未婚妻 走得太近 所以我才以为你 跟她已经确定关系了 我跟楚天奇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就放心了 免得楚天奇 他妈又说我勾引大嫂 要请家法惩处我 你是楚西刀的儿子 哪个是楚十三 滚出来受死 欢迎订阅